传统的次罗胖解还是董事的次罗胖解 伪中永远是什么 万能次血区 因为为什么 伪中这个血位又名血系 然后呢 号称中医基因解读大血 你们有人看过宁海战的那个宁安吗 宁海战就经常用伪中次血 治疗很多的癌症和疑难杂症 伪中次血呢 它针对的是什么 它排的是全身的血污 全身的毒素 首先 美中这个区域 它属于哪条经座上的 膀胱经上的 对不对 那膀胱经本身就号称什么 人体的垃圾 毒素 膀胱经属于人体的一个垃圾 拉直战 那我们来看它的主治范围 首先肠炎什么痔疮 还有腰肠向强 下肢控制神经痛 坐骨神经痛 腰椎骨刺颈椎病 高血压半身不随 脑炎后遗症 包括血栓这个麦粉炎 你看看它的它的治疗范围 是不是从头给你治到脚 这个是不是就跟我们膀胱经的巡行路线有关系 你看膀胱经首线啊 我们看一下膀胱经的巡行路线 膀胱经是从哪从哪 它是不是从头整个是下来的 你看膀胱经啊 它从头部从颠颈过来下来之后 然后基本上从那个大椎那是不是开始分成两股了 然后分为中间夹着我们的猪脉我们的脊椎 然后从大椎那开始它分成两股 一股内膀胱经一股外膀胱经是不是下来 沿着整个固满我们的后背到你后腰这块 内膀胱经在一个叫白巴书的地方藏到这之后 它又上去了一下 是不是又下来 两股线继续沿着你的后背下来 然后沿着你的大腿到北中北洋的地方开始合二维近 沿着你的小腿继续下来 沿着你的脚踝外侧 这是不是它的巡行路线 所以你就记着膀胱经上的穴位 对我们腰背部的疼痛 它的效果就比别的经过人的效果要好 膀胱经上的穴位 针对腰背部的疼痛都有一个很好的治疗作用 那所以你看它经过的路线 是不是我们的颈椎 肩颈 腰椎 背部 还有腰部 还有腿部 这些是不是都是它的巡行路线 所以它可以从颈椎病 到你的腰疼 到你的坐骨 腰疼痛 还有腰椎 骨刺 颈椎病 什么半身不随 这些统统是它的主持范围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膀胱与谁是相标理的 是不是 是不是与肾相标理 所以在这刺血的时候 它还可以治疗什么 我们一些生殖系统的疾病 所以 而且呢 膀胱就循行路线 膀胱就是不是还过脑入脑 所以它还可以什么 它还可以降血压呀 脑炎后遗症啊 这些也对它的组织范围 总之 美中刺血是什么 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了 我光顾刺血 美中号称什么 中医第一解毒大血 又是我们次罗万血的万能刺血区 什么叫万能刺血区 啥病都治才叫万能刺血区 治啥 啥都治 当你来一个人一身的病 你也搞不清楚状况 啥也不会的时候 来 按这 哪 美中刺血 近期呢 我将要进行一场直播 和大家共同聊一聊 关于董事旗席 和传统针灸的一些相关的知识点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大家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进入我的主页 然后呢 发私信给我 我会安排我的助理 拉大家进我的直播间 到时候我们直播间不见不散